我们还记得八十年代那几十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他们在联合国开会得出的结论 今天看来是相当明智的 解决二十一世纪人类的生存问题 只有中国的如是道传统文化 因为只有在中华传统文化里 人们的念头 人们的想法 说法和做法 才是符合人性的 孝涕中性 礼义廉耻 人爱和平 换句话说 是符合人性天性的 他们发出的波动 是善的波动 善的能量 善的信息 可以把人类世界带到美好 和平 幸福 安乐 所以二十一世纪必定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世纪 因为人类走到现在 除了恢复人性 恢复和谐 恢复平衡 恢复人和人 人和自然 人和自己的正常的关系之外 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了 经过无数次的实验 科学家们已经证明 水能够看 能够听 完全能够接受到 人们给它的各种信息 并且出现各种反应 就是说 水能够懂得人们的意思 其实 这个科学实验的结果 早在三千多年前 古圣先贤就已经知道了 经典上讲 相由心生 静随心转 形象和环境 其实就像今天 科学实验中的水一样 它能够听 能够看 每时每刻 都在随着你的心念 而发生着变化 你心里发出的信息 是美好的 形象和环境 自然就美好 你心里发出的信息 是邪恶的 形象和环境 自然就邪恶 像由心生 静随心转 三千多年前 这简简单单的八个字 早就把科学家们 千万次的科学实验 说得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 这八个字 讲出了宇宙人生的真相 那就是 不但是人 宇宙之间所有的一切 植物 矿物 山和大地 它们不是死的 而通通都是活的 它们本来就能看 能听 能懂人的意思 这是世间万物的本能和本性 通过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 人们明白了至关重要的一个道理 人类只有存好心 说好话 行好事 做好人 才能使自己生存的这个世界 始终保持美好的状态 而不至于被毁灭掉 因为像是由心生的 静是随心转的 所以看过水实验之后 再来看命由心造 福自我求 人们就会更深刻的体会到 这其中的深意了 人类的命运 真的是由自己这颗心 造就成的 一切的自然灾害 其实正是人类 极恶的心念 所发出的波动和信息造成的 所以天灾也好 人祸也好 其实根本就是一回事 人类这颗心要是坏掉了 各种灾难 必将无法避免 古圣先贤的智慧 是现代人所无法揣度的 他们发现了宇宙人生的真理 告诫万世子孙 贪婪心是毒 怨恨心是毒 愚痴心是毒 傲慢心是毒 怀疑心是毒 这五种有毒的心态 正是一切灾难的根源 今天 人类错误的价值观 已经把人们内心深处的贪婪 称恨 愚痴 傲慢和怀疑 引发到了极点 当灾难突然发生的时候 人们还在怨怪 哪里来的这么多天灾人祸 仿佛毫无预养 其实人们只要细心观察 或者翻看最近的各种记录 就会发现 人类身边的山河大地 自然万物 无时不刻不再发生着变化 海啸 飓风 地震 洪水 干旱 泥石流 包括瘟疫和饥荒 等等等等 其实都是预兆 它说明形象和环境 正在发生着改变 正在变得越来越险恶 学习圣贤教导的人 一看就会明白 这些都是凶相和预兆 说明人类的内心 已经相当邪恶和危险 因为有什么样的内心 就会有什么样的形象和环境 古人所谓天地与我同根 万物与我一体 也就是说 人类的本性 和宇宙万物的本性 是一个性 正因为是一个本性 所以人类和宇宙万物 是相融相通 息息相连的关系 大家 一融俱融 一损俱损 人类和宇宙万物 从来没有 也不可能分开 但是最近一百多年 西方人发明了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这样的概念 翻看中华文明 五千年的历史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说法 打开现代汉语词典 解释唯物主义 是世界的本质 是物质的 物质和人类的意识 没有关系 它是客观存在的 也就是说 人类的意识 不能影响和改变物质世界 物质是第一性的 人类的意识和精神 是第二性的 换句话说 人类的精神世界 和物质世界相比 并不重要 因为只有物质 才是决定一切的 但是今天的科学试验 终于证明 物质和精神 不但是无法分开的 而且 人类的精神 还会极大的影响和改变 周围的物质世界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公布的有关统计 人类社会一百多年来 在各个领域 已经被证明 是完全错误的理论和方法 已经达到一千五百多项 当现在许多的中国人 正在竭尽全力 与国际接轨的时候 的确很有必要 看看这个数字 西方的现代文明 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他们发明和创造了许多的原理和原则 但最后 他们又否定了这些原理和原则 许多曾经被认定是真理的东西 仅仅十几年的时间 就被发现是完全错误的 而被淘汰掉了 而在伟大的中华文明中 无论是伦理 道德 哲学 科学 还是文学 艺术 已经传承了至少五千年以上 如果是错误的 经不住实践检验的 早就会被淘汰掉了 比如 相由心生 静随心转 这简单的八个字 至少就传承了三千年以上 他之所以能够万古长心 永不灭绝 根本的原因 就是这些东西 不是古圣先贤发明创造的 不是他们想象出来的 或者说 不是他们自己的思想 而是他们发现的 宇宙人生的真相和规律 借由他们手中的笔 筑成经典 传承万事而已 这就是古圣先贤的教导 万古不朽的原因所在 这是2011年最新出版的图书 叫做《念力的秘密》 这本叫做《找回祈祷的力量》 这本是《无量之网》 宇宙正在对我们说话 这些图书被认为是当今 最前沿的科学研究成果 他们汇集了全世界相当有成就的 几十位科学家的研究报告 他们还建立了《念力实验》网站 欢迎世界各地的科学爱好者登陆参与 科学家们经过几百万次的试验 证明了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只有八个字 那就是精神可以改变物质 还是中国的古人说的更精彩 更深刻 也是八个字 向由心生 静随心转 西方的科学从诞生至今 耗费了二三百年的时间 和无数科学家的努力之后 现在终于证明 中国古人所讲的才是对的 西方科学发展的历史相当的曲折 并且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但最让人感叹的 却是那些追随西方科学脚步的中国人 我们中华民族有宝贝有智慧 但是最近一百多年来 许多中国人却像又贫困又愚痴的乞丐 彻底丧失了民族自信心 迷信西方的一切 当今天看到像面丽的秘密 这些科学报告的时候 他还要感叹 还是西方的科学家们高明 他们发现精神原来可以改变物质 这些人哪里知道 自己的老祖宗早就知道这些 而且早就告诉后代了 非常可惜的是 大家根本就不看 根本就不接受 在这些人看起来 中华传统文化 不过是过了时的 茶余饭后的消遣而已 中华文明的历史 几千年上万年 其实就是一部究竟圆满的 科学的历史 现代的中国人 已经到了认祖归宗 重新认识古圣先贤 重新获得民族自信心的时候了 中华文明的历史 第二点 中华文明的历史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 人们被关于水的科学试验所震撼 量子物理学的科学家们 所做出的提醒也像醍醐灌顶 原来这个世界的真相 是人们的想法说法和做法 对周围的一切时时刻刻 都在产生着意想不到的巨大影响 无论是在江本胜博士的水试验中 还是在世界各国量子物理学的试验中 水能看能听 对人类所发出的各种信息 都能接收都有反应 中国古人讲万物有灵 现在被科学家们证明 这是自然界的真理 万物就是世间的万事万物 当然包括动物植物和矿物 灵就是说它不是死的 它是活的 它能看能听能懂人的意思 人的意念也就是信息的波动 发出之后 如果是很不好的 极恶的 马上就会